Hi 大家好,歡迎來到半生龍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是眼睛的畫法 眼睛是靈魂之窗,最能吸引到讀者的目光 有雙迷人的眼睛才能表現出角色的魅力 我們的眼睛有非常多的細節 繪之二次元角色時,我們會將眼睛簡化成三個部分 上眼框、眼球、下眼框 上眼框在不同的點轉折會形成不同的眼型 將上眼框分成五段 以三為最高點時是標準型的眼睛 二為最高點時則變成下垂眼,會給人無辜虛弱的感覺 四為最高點時則會變成上吊眼,給人強勢高冷的感覺 眼前是轉折點的不同,就能表現出不一樣的角色個性 眼球的形狀也可以自由變化哦 依照眼睛的形狀我們可以分成兩大類 圓形和長方形 圓形的眼睛給人可愛無辜的感覺 許多少女漫畫的女性角色都擁有圓滾滾的無目大眼 蒂靈或可愛系的男性角色也會用圓形的眼睛來表現哦 大家有發現嗎?雖然都是圓形的眼睛 但依照眼眶形狀的不同,也會有不一樣的角色氣質哦 而長方形的眼睛則會給人高冷、成熟的感覺 冷酷帥氣的男性角色大多為長方形的眼睛 是不是有種被電眼迷住心跳不移的感覺呢? 長方形的眼睛可不是男性的專利 成熟的女性角色也非常適合哦 搭配眼尾的長眼線更能增加眼睛的魅力 眼睛是創作著展現畫風特色的重點區域 有許多能發揮創意的地方 從眼睛的大小、眼尾的上下到有沒有反光點 單眼皮還是雙眼皮 一點點不同的變化都能營造出截然不同的角色個性 講到這裡你是不是和我一樣想立刻開始畫圖了呢? 嘗試各種不一樣的排列組合來創造屬於你的魅力角色吧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覺得內容有幫助到你 請你大阿邦的按下喜歡並分享給需要的人 也歡迎你追蹤我們的頻道IG、Facebook 有更多能幫助到你的資訊與作品在等著你 讓我們繼續用漫畫來陪伴你的生活 那麼大家下次再見